我是奥峰,也是秦城著名的废伍七少爷 作者 峰行烈,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 第1226集 奥峰仔细瞧着,越看越心惊 这一片片绿色碎片组成的形状,怎么这么眼熟呢? 天涯,你太大意了 为了杀这么一个恶人,差点受伤,这可不值啊 忽然,近处响起了一道男子语声 那声音温文尔雅,悠然和煦 让人听起来感觉很舒服 我为了报仇,忍了整整一千年 也小心了整整一千年 你就让我任性一回吧 蓝天涯轻叹一声 又用一种温和信任的语声微笑道 而且你现在不是也回来了吗 你的防御力还是一如既往的厉害 想来除了那位传说中的赤血大君王 便是火麒麟,也不如你了吧 哼,我可不敢妄同赤血陛下笔剑 至于火麒麟嘛 那是主进攻和杀伐的魔兽,也不好比 随着那声音再次响起 四周的一片片碧绿色碎片飘飞出去 终于在前方凝聚出大片的元素组合到一起 这一回他的形象就无比清晰了 嗯,这是麒麟 众人相继惊讶地叫道 最意外的就是傲锋了 怪不得他觉得这么眼熟 原来是赤的同类 傲锋眨眨眼睛 恶然地望向蓝天涯 后者也不吝啬地指着那头幻兽给他们介绍道 这就是我本命相邪的生死战友 韩光 麒麟一族的变异魔兽 玉麒麟 玉麒麟 众人再度露出金融 这玉麒麟可是很强大的变异魔兽 和乌龙一个级别的存在 而且还有些特殊能力 虚空穿梭 百毒不清 这两个能力身为本命契约者的蓝天涯也会拥有 他能在仗气纵横的暴乱星海度过两百年 也是倚仗此能 一般的玉麒麟 竟升到巅峰君王就到顶了 可眼前蓝天涯的本命契约者 韩光却明显是大君王级的魔兽 看来也是有过什么奇遇 原来蓝天涯陛下还是一名幻师啊 不撤恍然大悟导 怪不得 我就说你的剑没有剑魂 怎么能与你的心意相同 人剑合一的呢 原来是幻兽所化的 天涯大人居然也是号称战力最强的幻师 这就难怪了 幻师的战斗力一向是公认的强 不过专精剑术的幻师还是少见 一般人有了幻兽 多半都是会走幻师路线 谁还会走吃力不讨好的剑士之路呢 可蓝天涯不同 他的幻兽很早就陷入沉睡 不得不走上另一条路 如今到达巅峰 再回到幻师之路上 将剑修功底和幻兽运用 揉合到一起 成为一个异类 之前那几招威力大的出奇的招数 其实是幻术剑技结合的产物 蓝天涯的强大 众人是很乐见的 但眼见神龙骨亮出底牌 他们也不敢掉以轻心 毕竟那条乌龙兽魂 是神龙骨几十万年来 用阴性灵物喂养出来的 能量等级几乎能够与九星巅峰大君王媲美 之前众人还是有点轻敌了 他出现的那一下的速度和力量 差点让他们促防不及 幸好玉麒麟寒光出手 否则真要吃个大亏 骑在乌龙兽魂之上的一道人影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清风 你们今天死定了 胆敢擅闯我神龙骨 我叫你们统统下地狱 龙瑶不愧是没心没肺的家伙 自己家的乌龙一长死了 他一点都不伤心 反而笑得如此欢快 能不得意吗 龙瓶死后 这条巨龙龙魂便暂时由他来操纵了 在这之前 他可从来没想到过 有朝一日 自己能拥有这么强的战斗力 顿时信心无限膨胀 执欲利用这个机会 将奥峰等人斩于马下 为龙孝仓大君王和真神 立下汉马功劳 获得赏赐 平步青云 那个人 是龙瑶 看到他 奥峰和秦奥天 目光就是一寒 不约而同地握紧了拳头 小方儿 天儿 你们怎么了 秦朔 见二人忽然变得 和刚刚的蓝天涯一样 力气冲天 不由疑惑地问道 就是这个龙瑶 当年带着人 毁了我们洛星城 还打伤了蓝修老师 老爹 这个人交给我 我要亲手收拾他 奥峰眼神伶俐 全身衣袍纷飞而起 杀意暴涨 蓝天涯的仇已报 蓝修老师被伤的事 却还没有能有个结果 洛星城的账 也没有算完 如今 这当年事件的罪魁祸首 冒出来 奥峰当然不会放过 你要去和他对阵 欲其林寒光 有些惊讶 皱眉道 这好像有些困难 现在他站在 那头乌龙身上 我和天涯 也未必能对付得了 最多只能保护 你们不受伤 这毕竟是 神龙谷最后的底牌 威力不小 你一个连大君王 都还不是的小家伙 出去只怕 听到这话 其他人却都笑了起来 韩光一阵莫名其妙 怎么 我说错了什么吗 蓝天涯笑着 向他解释道 韩光啊 你沉睡了这么多年 大陆上很多事情 都还不知道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秦奥峰陛下 便是最新一代的 赤血大君王的 本命契约者 什么 赤血陛下的契约者 韩光不由惊骇瞪眼 连忙在奥峰身上 左闻问右看看 好一会儿 才一脸震惊地确定 还真是 我在你身上感觉到了 赤血麒麟的气息 大人 真的很抱歉 请恕我不该对您无礼 怀疑您的实力 对于麒麟一族来说 赤血麒麟就是最高领袖 他的契约者拥有 他的一半血脉 他们同样也要对他沉浮 那只起歪心思的火麒麟除外 韩光性子上 还是比较谦和的 之前劝阻奥峰也只是担心 并没有其他意思 奥峰当然不会和他计较什么 白白手道 没事没事 你事先不知道 我怎么会怪你呢 而且对付这个家伙 哪用得着赤登场 不让赤血陛下登场 那还有谁能上啊 傲峰也觉得 天涯老师这个战友 迷糊的样子很有趣 眼口一笑也不解释 挥手之下 召唤出了一个金色短发 面容俊秀 明明是个小鬼 却一副正经八百模样的少年 小金见过母亲大人 少年正是奥峰 种儿子之一的 五爪金龙血脉 超级子嗣 金瑞特 也许是多时不见奥峰 他出来 就立刻跑到奥峰身边 揪住他衣服抱怨 妈妈 你都好久不把我放出来了 我也想帮妈妈的忙去 和坏人战斗啊 你别老把我关在空间里嘛 奥峰乐了 这小子现在居然也学会撒娇了 不错不错 比一开始那副又臭屁又别扭的样子 看着顺眼多了 好好好 这不就把你放出来了吗 总要到关键时刻登场 才能体现我家乖儿子的价值啊 奥峰黑黑一笑 指了指前方的黑龙 怎么样 有没有信心把他打回老家去 小金开始看到那雄厚的能量 还有些皱眉头 他一瞧对方居然是神龙 顿时眼露金光 交给我吧 本集结束了 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